川普的下一步,10月可能将中共打入汇率操纵国,贸易战升级川普,或将中共列为货币操纵国,图,美中贸易战开打,后中国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 美国总统川普曾在推特上批评此为中共操控货币台长美努钦,Steven M. Noting,也曾表示会密切注意,人民币贬值外界则怀疑中共借此打货币战,而外界预测美国可能将在10月发布半年度汇率政策评估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CNBC金。 14报道坚一,近日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川普政府的下一步可能将加重谴责中共操纵人民币汇率CNBC指出,美元兑人民币再过去近两个月,涨幅达5%而尽管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批评中共操纵汇率,但其批评力度实则低于竞选总统时期分析师则认为,未来川普政府将加强谴责中国操纵货币美银, 美林集团G10外汇策略主管Venus,Ven Vokicis表示谴责中共操纵人民币汇率,可能是美国未来的贸易战工具。 法国星业银行,Sociate General全球经济主管Mihola Marketson称,人民币贬值的状况可加强川普和为其关税政策辩护,和批评中国时的火力。 CNBC称,基于美财长美努钦,曾称会调查人民,避走跌情势并将调查结果。 列入于10月份,发布的美国财政部半年度汇率政策评估报告,美中贸易战可能因此加开新战场。 而4月份,对美国半年度汇率政策评估报告中,尽管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批评中国的经济网飞市场化方向发展。 半年度汇率政策评估报告将审查。 2018前半年,各国的汇市活动,许多货币专家认为人民币贬值其实不利中国因贬值代表中国使用进口零件生产的商品,价格将会提高而已。 美元计价的中国债务也会跟着上升分析师也指出人民币贬值,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趋缓。